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全是以龙为主 图案是分三大类 这个是花卉 还有人物 还有山水 主要寓意就是富贵的意思 一般都画牡丹 蓝草 月景 山一般都画楼阁 人物一般都画古代的那种侍女 没有画现代的女的 这些东西都是死码的一个能拆能卸 这种北京工灯就是它能给拆成一边能拿下去 变运输的就是 还有一种知识也是老实的知识 这叫球灯 现在叫球灯 其实这个工灯的分类这叫花灯 这是我们厂子最早一个是在清朝市人 给慈禧修过灯的老师设计的一个图案 这种东西跟六方工灯的区别在于不能拆不能卸 图案也是分三大类 有花卉 人物 还有山水 这个东西演变到最后也是分了好几种 有长球 有活绅 有方的 就分好几种 球灯 是这么演变来的 从六方工灯演变成这样的灯 这叫什么呢 子母灯 子母灯的特点在哪 这个是一亩 这是厚 这是大的 完了带六个小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也是六方 为什么六方多 就是六流顺 就是一般都是六方 这是一子灯 这是为了适应现在的宾馆饭店 它是为了好看 因为老师这一知识 可能是大家伙看着 创新成 这都带点小灯 好看 就是为了这个 这种东西呢 画面呢就分两类了 就没有人物了 一般情况下 全是山水跟花卉 居多 因为这场画人物可能就不大好看 但这个宾馆饭店可能画的人物 就体现不出来这种画面了 就是以山水跟花卉为主 的 Watts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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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